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葵减若轨 热带汽船预计会在福建广东交界登陆 中央气象台发出红色预警 俄罗斯不断扩充冰源 今年头8个月有28万人参军 详细内容 天文台在凌晨4点40分发出1号戒笔讯号 澳门气象局占在凌晨4点发出1号风球 早上6点台风海葵集结在香港以东 第约610公里 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 天文台说1号戒備讯号会在今天大部分时间维持 预料海葵会在明天 在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沿岸登陆 随后比较大可能会移入广东东部内落 并且逐渐减弱 不过路径仍然存有变数 是不是需要改发更高的热带气船警告讯号 要视乎海葵的强度变化 以及与珠江口的距离 澳门气象局在凌晨4点发出1号风球 表示热带气船中心集结在澳门的800公里范围之内 可能会影响澳门 已经减弱为热带气船的海葵 虽然逐渐远离台湾 不过当地入夜之后暴雨持续 预计海葵会在福建广东交界登陆 还有气象台发出台风红色预警 高雄昨晚有暴雨 降雨量达50毫米 市内多区出现水浸 部分水深达50厘米 有汽车死火没办法前进 当局警告适逢天文大潮 呼吁住在低华地区的居民小心 由于市内水浸和嵩树 高雄轻铁昨晚8点起停洗直至今天中午12点 在台东有广告板被强风吹倒 除了击中多架泊在路边的电单车之外 有食肆的玻璃被撞碎 没有人受伤 花莲昨天降雨量超过650毫米 令到溪水暴涨 深夜要封闭花莲大桥禁止通过 海葵昨天下午在台东登陆 成为四年几以来第一个登陆台湾的风暴 全台有14个院士停工停火 台东成功震三仙台 风景区的户外镜头 被强风吹到猛烈窑房 雨势大到看不到画面中的八拱桥 花莲有货车被倒塌的树木击中 两个人一度被困 其后已经送院治疗 海葵昨晚由高雄附近出海 强度持续减弱 并且逼近广东福建沿岸 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二级响应 有约70条黑棍航线停航 当中包括4条小三通航线 橡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 再度推迟开学时间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预计海葵会在明天凌晨至上午 在福建广东交界附近沿岸登陆 呼吁相关海域海上作业和船隻 回港避风 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 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等灾害 无线电视记者陈雨桥报道 承包说部分石澳赤柱等路线 塌雪比较严重 预计今天开学日6号6A6X和14号的路线 将会改道或者缩短行程 在黄麻角度消防员在云梯协助之下 用电脚脚走油倒立危险的树干 截断的树木横厄在路面 承巴指出昨晚9点9号线暂停服务 如果今早的路况许可 9号线学校路线11和41A 将会可以恢复正常服务 另外6A和6X以及14号线 将会不经黄麻角度或者赤柱炮台 而部分路线包括上货日的特别路线 或者班次可能未能赶及 在今早开学的时候恢复正常服务 当局证加紧清理 苏拉过后政府收到过千中林树的报告 有树木专家说不少都是连根拔起 反映种植出了问题 建议当局改善 照强台风过后 整街都是吹跌了树木 有研究树木的学者说 香港不少种植的树 都没有足够的土壤扎根 很容易催崩 土壤其实是大量滲入建筑废料 有些沙、石、破碎了的运营土、砖、批档 这类的物料第一是很粗很大旧 第二是没有什么养分 第三是处不到水的 这么差质地的土壤 你用来种树就没可能种得一棵树强壮健康和稳固 他说嵌树分四类 盆景树头重脚轻很容易吹跌 连根拔起的可能是根部的生长空间不够 表证是树根连同整块泥土拔起 另一种树根同样拔出地面 但没有连同泥土 意味着那个地方的沙石多固定不到树木 如果是断根 可能本身的根部已经发了毛 占字庸说香港较常见的树种 例如细叶茸、石树等等 需要较大的空间和较多的泥土被根部生长 益树五年前山竹杂港 估计超过六万棵树倒塌 超过九成是年根拔起 认为这几年间当局都没有解决到老问题 台风就会为人民服务 随随随随随随便给它掃低了 其实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管理方法 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地做一个优质梅人 小盘就种小树 大盘就种大树 现在我们种树的方法 就划一个一米成一米 很多时候没有划到一米深的洞 插棵树下去 那就叫种树了 我们形容这种情况 就叫做咖啡杯种野 你这样种树就几乎是等于种下危机的 除了尽快清理了路的淋雪 他认为更加重要的是检查附近多行人的树 有没有半断未跌下来的部分 消除潜在界危险 当局早前就说会将清理了的淋雪 暂存在五个地点 例如屯环的Y Park 部分可以再造成家具 肥料等等 另外的存放处在启德发展区的 临时木材废物收集处 和三个堆填区 无线电视机者彭荣熙报导 警方近期发现有市民的WhatsApp帐户被骗徒 骑劫 再诈骗他们的亲朋好友的个案有上升 过去一个星期至少收到超过25宗举报 涉款合共超过80万 但是其中一个人被人骗了16万 用WhatsApp和人联系 几乎是不少人的日常 现在如果要重新登入WhatsApp 例如是换新手机的时候 程式会要求先输入手机号码 之后系统会发出6位数的 SMS短信验证码 要输入才可以登入自己的帐户 有骗徒就看准这个环节 先入侵一个市主的手机 在WhatsApp的电话宝找叠物 尝试登入其中一个市主朋友的WhatsApp帐户 同时港名朋友收到